当地时间5月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专家认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再次被引下,三方领导人时隔一年多再次面对面收入沟通,有助于为中法、中欧关系发展,谋定清晰方位,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增强战略互信,为世界注入稳定性。 这次交流应该说涉及到中欧关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中国对和欧盟发展关系的重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中欧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也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想只要有频繁的高质量的对话和沟通,中欧之间的合作面会不断的扩大, 而且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些中欧关系变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也会不断的被克服。 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中欧关系有着强大的一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专家认为,三不原则进一步表明了中方希望欧洲战略自主不仅要体现在经济安全领域, 更要在多极化格局中找准自身站位。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欧洲来说,建设战略自主要从今天做起,从现在做起, 而且要从进一步建设一种正常的欧美关系做起,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中国关系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来自于外部因素的干扰。 此次会晤中,习近平就乌克兰危机和8亿冲突阐明诸方立场。 专家分析称,冲突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保持高频率接触, 此次三方领导人会晤,有利于中欧寻求在冲突解决和安全治理领域的更大交集, 并在尊重各方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8亿冲突问题上,应该说双方达成的共识表现得更突出。 中法双方在中东问题上发表了联合立场的声明。 由此可见,中欧中法是可以在解决地区冲突和全球安全问题上, 找到战略共识的,所以我相信在双方不断的努力下, 无论是欧欧冲突还是巴欧冲突,都会不断的成为中欧合作, 然后共同为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做出贡献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